我买的是伦敦西斯罗飞到上海浦东的机票 票价大概在3万 我买的时候还是挺难抢的 因为那个时候需要提前预约 然后一直排队排到我了我才可以去买 中国留学生薛宇齐正在英国留学 这段时间最令他开心的是莫过于中英恢复直航 而自己又买到了中英直飞航班的机票 转机的具体时长就从头到尾肯定是一整天以上 因为要在中转国待大半天 要等待核酸结果 然后还要等绿码出来 这个特别特别久 直飞的话就很快 大概11个小时就到了 中国国际航班的有序恢复 让不少像去买其一样的人受惠 据东航消息 8月以来 东航恢复了杭州至马尼拉 杭州至吉隆坡 青岛至大阪 上海至伦敦等多条国际航线 目前东航国际航班量 每日平均执行6班 每周平均40班 国航18日也发布了国际航班计划 近期国航将直飞中美 中加等多国的近150个国际航班 根据去哪平台的数据显示呢 8月1号到8月16号 国际航班出入近期票一定量 环比7月份同期涨幅达到了两成 8月1号至今出入近期票平均支付价格 环比7月份同期下降了超过一成 除了恢复国际航线 中国民航局对国际航班的熔断措施也有调整 其中国际航班的熔断时间减半 由以前的四周两周 缩短为两周一周 熔断标准也从航班确诊人数 改为入境旅客比例 即确诊旅客人数达到5例的航空公司 单一入境航班 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 40%暂停运行一周 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 80%暂停运行两周 在业内专家看来 此次调整对部分国际航线可谓及时语 如果跟之前的熔断机制相比 新的政策应该有所放宽 原来是一个绝对的数值 现在是一个比例的数值 特别是对于执行欧美航段的一个 国际航线的宽体飞机 熔断出发的点 其实是有所的抬高的 还有我们观察到 这个熔断的时间有所的缩短 由原来的几周的一个时间 现在到的两周的时间 这个基本能确定航线的本力性 据北京边检部门统计 随着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优化调整 以及第一入境点航班逐步回归 8月以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口岸 出入境航班数量呈逐步增长态势 8月以来 北京边检总站 共办理旅客28000余人 环比增长89% 增幅明显 为有效应对国际航班逐步回归 北京边检总站将警力前置 对进入后检区的旅客合理分流引导 营造便捷安全的通关环境 在此 北京边检总站 其实有出行需求的领测 要及时关注目的地 防疫政策变化 关注防班状态和出入境政策变化 逆留充足时间 以免耽误行程 齐齐指出 国际定期科运航班全面恢复 对民航业将起到积极作用 但后续进一步开放与否 还要取决于境外疫情的发展情况 和疫情境外输入风险的科学研判 民航的行业的恢复 在很大程度上 还要看国家整体的防疫大局 这其实才是注重之重 如果一旦盲目地恢复了国际航线 再引发境外疫情的一个输入的话 那其实会对我国现有的这种 防疫社会面清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和压力 那个其实也是都不尝试的